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 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4月30号 张医师献上课程 我们今天的主题 有原始点医学的建议和答疑 然后接着老师讲 疾病与衰老医 张医师好 上一周您讲完原始点医学之后 有学员写信到基金会 关于老师原始点医学的建议 还有原始点医学示意图的建议 请老师答疑 我现在先把这位学员 他的建议我先念一下 原来老师的在4月23号 修订的原文是这样的 医学包括理论与临床 临床包括诊断与治疗 治疗包括医疗与保健 其目的则是解决疾病 原始点医学在理论上 为了阐明老病的由来 及防治 设定疾病与衰老为果 体伤及热能不足为因 按推热源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 良好心态为源 并在临床上通过观察症状 用上述资源 从因处理 就可达到防治疾病 及抗老征兽的目的 其中观察症状属诊断 按推属医疗 其余治疗方法 则属保健 至于生气压力外伤等员 则会促使因伤过身 学员的建议是 这一段呢 是总括原始点医学的概念 虽然力求全面 简洁 也能让人明白 但感觉 语感上有些怪怪的 学生大胆建议修改如下 不知妥否 如有不妥 请见谅 那这位学员 他建议的内容 红字的部分 是他建议修改的 那我先来念一遍 医学包括理论与临床 临床包括诊断与治疗 治疗包括医疗与保健 其目的则是解决疾病 原始点医学在理论上 为了阐明老病的由来及防治 设定疾病与衰老为果 体伤及热能不足为因 影响身体变化的各种内外因素为源 并在临床上通过观察症状 善用按推 热源 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 良好心态 等善缘 和避开生气 压力 外伤等二元 从因处理 达到因变果转 从而实现防治疾病 及抗老征兽的目的 其中观察症状属诊断 按推属医疗 其余治疗方法 则属保健 这是这位学员的建议 请老师答疑 这位学员 我发现他对原始点 整个书本是有深入的研究 尤其他在整个语词的用法 很多都不背离原始点的一些写法 包括他也提出善言恶言 这个在书中我们都有提过 那所有各种因素会影响身体的 我们都称为研 这个在影响身体之研这一篇 也是都有用到 所以我发现他应该是整本书 都应该读得蛮熟的 然后加上他看到我就是上个礼拜 播出的时候 整个念下来 他是感觉以此感觉怪怪的 重点是在这里 那我看到他的建议 我非常欢喜 也就是因为我自己在改这一本书的时候 常常是自己完全投入 那完全投入自己有时候 也不一定会想得很完善 那别人的建议 我如果是有建设性的 我一定会一看再看 甚至采用 那我觉得这也提醒我了 因为写书本来就是挂一肉万 你不可能面面都聚到 那他的提议 在内容上我是接受的 而且他的写法比较流畅 读起来又跟原来的内容一致 那我也因为现已整个篇幅 因为他的文字比较长 不容易挤进去 所以我又做了部分修改 让他更简洁 恶药 好 那我们来看看 我最后也让大家参考 就是因为他的建议 然后这一篇 我们最后改出来的原文 是不是也能铺出来 然后我再念一下 我们再请丽丽念一下 医学包括理论与临床 临床包括诊断与治疗 治疗包括医疗与保健 其目的则是解决疾病 原始点医学 在理论上为了阐明老病的由来 及防治 设定疾病与衰老为果 体伤及热能不足为因 影响身体变化的各种因素为源 并在临床上通过观察 善用按推 热源 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 良好心态等善缘 和避开生气 压力 外伤等恶缘 从因处理 以达到防治疾病 及抗老 生疏的目的 其中观察属诊断 按推 属医疗 其余治疗方法 则属保健 我相信刚刚莉莉这样念下来 大家读起来应该会很顺畅 那这个原文本来有七行 那它的一些更动 大部分就前三栏是没有更动 那后面四行 它有做一些调动 那我来稍微解说一下 从它的建议 我们再看上一页 这里就是从这里开始 这里原始点医学在理论上 为了阐明老病的由来及防治 设定疾病以衰老为果 体伤及热能不足为因 从下面开始 它的一些建议 比如说影响身体变化的各种内外因素为原 我把那个内外也删掉 因为各种当然也包括内外 所以以词上这样我认为会更简洁一点 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页 病在临床上通过观察 这里原本我也是有写症状 但后来想一想还是把症状再删除 为什么观察 他观察人体 种种变化 这些身体的所有变化 当然也包括症状 也包括衰老 所以也就不必特别提出是症状 尤其后面我们说的 为了以达到防治疾病及抗老征兽的目的 这里用防治就是有预防及治疗疾病 那预防疾病就是自卫病的概念 那后面我们在医疗与保健 这个自卫病我们会谈的蛮多的 那自卫病你既然是卫病 也就是病无症状可供观察 那所以这个观察 如果要自卫病的话 他不是要观察症状 所以我觉得如果以防治疾病 这个以词来看 我认为症状也可以再进一步删除 所以我就直接写通过观察 那接下来 善用按推热炎 适当运动 充分休息 良好心态等善言 和避开生气压力 外伤等恶言 这是他把它两段 因为我之前写的 质疑就是把那个恶言 把它写在最后 但是他现在把它提到上面来 反而更能体现原始点的原意 因为原始点医学的宗旨 它就是要在日常生活中 善用医疗保健之言 然后要避开 伤身致病之恶言 伤身致病 那就是恶言 医疗保健 就是称为善言 那这样写很好 也是把原始点医学的宗旨 后面这样的论述 从这里来发挥 我觉得这样念起来会更顺 所以这里我就全部采纳了 那这里他当然重音处理 后面还有一些语词 但不是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那些词句 对原文内容没有什么特别帮助 不如把它删除 更能够显出它的那个简洁 然后更有利一点 所以我就把它这里 它有一些建议的词句 我稍微再做修改 然后把它改成重音处理 以达到防治疾病 及抗扰征受的目的 那之前写其中观察症状 在这里症状就删除了 观察就是属诊断 那按推属医疗 其余治疗方法 这属保健 所以这里就是最后的修订版 也就是原始点医学上次公开 我改完之后 然后因为这位学员的 能够把他的意见提供出来 第一个我表示感谢 那也感觉这样的写法 应该会比原来好很多 所以这里也让大家了解 这一本书真的不容易写 那自己文笔有时候也不是很好 那如果大家以后看到 我后来改的 如果有什么好的建议 也希望大家勇于提出 让我知道 那我如果看这个不错 我一定会从善如流 那我先感谢他 另外这位学员 还有第二个建议 就是关于原始点医学的 示意图的建议 这个图表 我们原来老师的这个原图 在解除 与自我疗愈的箭头的这个起点 特别是突出体伤 对着果 疾病衰老的作用 但不能体现出 体伤跟热能的不足 两个之间共同作用 而因变果转 从而防治疾病 和抗老增兽的解释 说明意图 所以 个人斗胆的建议 左边这个图呢 就做一些修改 如果把箭头 移到 整个阴的整体的外面 然后备注 自我疗愈 跟延缓衰老 就像左图上 这样的意思 这是我个人的见解 如果有不妥 请见谅 请老师 补充说明 这里他提的 就是他 因为他认为疾病之因 有两个 体伤及热能不足 所以这里就不应该 我们原来的图表 就是体伤 两个箭头画上去 就是去解决 我们再看看两个图表的差异 我们原来的图表是这样 就是从体伤 才能解决 疾病与衰老 那他认为 这样不能体现 那个疾病之因 是有体伤及热能不足 所以应该图表 这两条线应该直接 就从身体这里 直接划上去 这是最用词还好 是不是延缓衰老 这些都 我认为都还不是最重要 那 这个 重点在 到底是不是应该 从身体直接划上来 还是从体伤 其实这个 这一条线非常重要 因为怎么样 如果是从上面画上去的话 那这个会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因为我们会产生疾病与衰老 一定是有体伤引起 什么叫体伤 我们书中都有解释 就是组织器官运作失调的一个状态 你失调的状态才会产生症状 也才会产生衰老 那热能不足是不是有症状 不会 不会 为什么 你看有很多人 他老了 没有生病就死了 他根本没有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症状 那热能不足应该是 我这里特别提出来 你们看那个箭头 体伤跟热能不足 就是 他热能不足会影响体伤 然后才有体伤导致疾病或衰老 整个言文是这样 所以从医疗与保健 我也提出 那个热能不足是因中之因 虽然两个都是疾病之因 但这个热能不足是 推动组织器官 维持正常运作的 所以你组织器官要维持正常运作 一定要靠后面的那个热能来推动 那热能是抽象 抽象不会表达到 直接表达在症状上 所以一定是透过组织器官运作的 种种失调的状态 才反映到老病来 是这样 所以当时候在写这一本书的时候 这里也是从一开始就要解决这个问题了 要不然以后包括我们整本书的写法 都会因此而改变写法 光这一条线就会影响到后面的整个写法 所以我在医疗与保健常常会用一个词 就是改善像保健 保健就是用热源 外内热源运动充分休息这一类的 它可以改善热能不足 那改善热能不足呢 最主要是增强体力 因为热能反应在外的是体力 体香表现在外的是症状 大家就可以看出来 他们表现在外的 一个是体力一个是症状 那我们这里我认为 如果从症状来讲 那应该是以体香 那好 那热能不足你改善热能不足 会表现在外是体力 所以会增强体力 那增强体力要解决疾病 达到治愈疾病 是怎么达到的呢 它是推动组织器官 维持正常运作 甚至使它恢复正常运作 来加速修复体伤 你看热能不足是要改善体伤的 它的目标不是直接要解决疾病与衰老 它是直接是要修复体伤 以加速修复体伤 所以我里面在医疗与保健 或是后来的很多写法 都是这样写法 就是我们尤其在谈医疗与保健 保健方面它一定是什么 它一定就是改善热能不足 增强体力 以推动组织器官正常 以推动组织器官运作 加速修复体伤 从而达到抗老增瘦 治愈疾病的目的 你去看我后来的 这些写法 就是以这样来写 那就是不能如果说热能不足 也可以解除体伤 就不用啰哩啰嗦了 就是改善热能不足 从而解决疾病症状 那这样就会lose掉体伤 所以我们所有的 包括按推直接解除体伤 那是更直接的 所以为什么医疗有快速治病 那热能方面会 它就没有办法达到医疗 所以列为保健 因为医疗还有一个特色 它必须要快速解决疾病 所以从图表你就看到 后来的很多 要建立一套整个医学体系 然后前后一定要一贯 不能有冲突 其实这个图表是非常重要 稍微一条线画错了 很可能整个的意识 后面的写法 整个都会改观 所以他提出来 他可能只是他 个人这样整本书 读出来的一些领悟 但从一开始 那个热能不足 是不能单独成立 因为他就是 就好像我们说 那个设备要运作 后面一定要典力 但你有典力了 没有这些设备 你是没办法表现出 他有什么特别的一些 症状出来或是种种出来 所以一定是 这个热能不足不够了 就会加重体伤 我们写法也是这样 然后会导致疾病恶化 那同样热能不足改善 他就会加速修复体伤 然后从而达到来改善疾病 所以他的热能不足 他一定要透过 这个体伤才能表达出来 就好像电力 他要表现出很多的功能出来 一定是要由设备来表现出来 这一点 我们在医疗与保健 我再提一下 像我们说 那个 用姜中药 甚至中药都没有致病的功效 那我就是用比翼车子 车子如果没有汽油了 那很显然 他汽车的很多功能都不能显现 比如导航系统 医响 这些都没办法 那但是当你把热炎补充进去的时候 让整个组织开始推动他的运转的时候 那这些功能就会恢复了 所以他一定要透过一个运转的东西 那这个运转就是组织器官在运转 所以热能不足 不能他是一个抽象 电力是 他不能独自这样有这些 发挥这么多的功效 一定是借助我们的组织器官来表达出来 所以这里的写法 后面的写法通通是由这个图表 来从这个图表来作为最等于写作的 很重要的一个依据标准 那这样写出来就会一致 所以当你把这个画在中间 你在读后面的你几乎读不来 你就会觉得怪怪的 所以那也不符合实际的情形 所以在写这一本书 我一直觉得非常难 就是大家在看 这个画也蛮简单的 事实上每一个动作 后面隐藏的很多意涵 你看为什么改这一本书 从2006年开始改到现在 也有17年了 为什么要改这么久 因为要建立从无到有 要建立一个整个完整的医学体系 其实真的很难 尤其在这细微处 尤其在像你提出来的这些细微处 从一开始就要先解决 那也我就大概让你了解 就是这里的线 其实也是经过久经思考 才发出来的 所以这一条线 不能从体伤移到中间来 那这个体伤才是真正能够解决的 那至于体伤跟热能不足 他们是彼此互为影响 这个是可以的 可以这么谈 好 那我就应该这样讲 我相信大家应该对这个图表 会有更深一层的理解 上一次因为也没有人问 我大概就随性的把我的感受 这样表达出来 那这一次他也因为有学员提出来 我也觉得他的问题也很好 但是也足以引发我认为 把当时候在写作的过程中 这个景象大家讨论 早期还有一些人跟我讨论 后来到最近这几年 几乎就是比较偏重在自己 独自在修改 因为早期这些都讨论过 那早期我相信也有人提出 类似的问题 那今天在看到这些问题 真的有一点亲切感 但也这些问题确实是 又是很重要 好 那我就回答到这里 希望这样讲解完 大家能够进一步理解这个图表 好 谢谢老师 对这个学员的建议的答疑 那我们就继续 我们今天的主题 疾病与衰老 那老师我们开始讲解 疾病与衰老 好 这个题目看起来疾病与衰老 其实就已经把我们的整个生命的过程 其实都好像要把它说文 要说清楚了 因为我们一生下来 就会慢慢老化 然后甚至还会出现疾病 然后这个过程中会慢慢走向死亡 所以生老病死是一个过程 就是你这个生命一定会经历过的过程 好 那你把疾病跟衰老讲清楚 不就是把这个生命的种种变化 已经探讨过一遍了吗 所以原始点从这个角度来看 他本身就是针对着这个生命在探讨解决的方案 然后也要把这些变化种种说清楚 让我们到底什么是病什么是老 而不再产生害怕 这样我们就可以随时掌握自己健康的自主潜能 这个生命是应该掌握自己手中的 而不是依赖别人 但你要自己能够掌握 你必须要把这些生老病死了解清楚 所以这一篇我认为蛮重要 一开头我们就是说 在谈原始点医学的示意图里面 也是摆在最前面 就是谈果 果什么是果 就是从这个生命体生出来的一切变化 我们称为果 那你生命体会生出什么 不会越来越年轻 这个是妄想 你只会越来越老 随着时间 人的生命 现实是残酷的 不可能越活越年轻 越来越红润 脸色越红润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只能从这个生命体看到 你慢慢会产生身体的变老 甚至生出疾病来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一定要把它搞清楚 好 那我们 这一篇因为也是去年 应该算前年了 前年年底我们新书出来的时候 我那时候觉得这一篇虽然难写 然后加上还好有一些志工 尤其像有一些志工还帮我修改 修改的比较完善 也就不再重复 我那时候写的都有一点重复 然后志工的建议 我也很多都采纳 然后好不容易写出来 我当时还觉得蛮满意的 觉得这样应该 大家对疾病以衰老应该来看 会比较清楚 但是经过这一年多来 我这一次在看原来的文章的时候 就发现好多没有讲清楚 我也不知道一年 为什么再来看同样的文章 当时候同样的一个人 但是会有不同的心境 甚至不同的感悦 这是我从我自己觉得 怎么会变成这样 而且还真的改的不少 不是说又发现了什么心理论 倒是不是 而是说里面很多是写不清楚的 比如说看完前年那一本书 如果我问你 什么叫做从果治病 你能不能告诉我 什么是果 也许你会讲 讲对 疾病 那我如果再问你 那疾病的地方算不算果 患处算不算果 如果你再细思 那到底我们从果治病 是指的是什么 还有西医是仪器检查出来的 他们常常说检查是为了解决疾病之一 那我们从果治病 他已经找出疾病之一 然后又从阴下走 不就是从因治病了吗 那我们又说西医是从果治病 所以这个从果好像从头到尾 我都没有把它定义清楚 事实上是文章里面 你只要每一篇认真看 你大概其实会有一些答案 大家都以为懂 但是你没有写出来 你感觉你懂 他也感觉他懂 但有时候说出来 竟然不一样的答案 很有可能 所以我再写 再来看这一本书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一部分 似乎一开头就要写清楚 讲明白 什么是果 就好像我们原始点一些示意图 那个果就直接把疾病跟衰老 然后衰老分异常形态异常指数 那疾病下来把它分成正跟状 这样就很清楚 一些示意图是很清楚 但文字似乎也应该要完全一致 那这个也就是从这里开始 我本来觉得那就稍微 把这一部分稍微修改 没有想到越修改 就觉得几乎很 每一段 几乎都有修改到 而且甚至有 甚至一整段的全部重新写 也有遇到这样 所以这一次的修改 幅度之大 也比我想象中还要多 多很多 好 那我们就不多说了 我们直接来看原文 那各位拿到的新书 如果跟现在我们PowerPoint的 这些资料不符 不相符的话 那你一定要以现在最新的资料为主 好 那我们请丽丽来把它念一下 在生老病死的过程中 随着体伤及热能不足的影响 身体不是走向疾病 就是走向衰老 其中体伤是指组织器官运作失调 热能不足 甚至能量不足以供应 组织器官正常运作 通过观察 疾病表现为症状 衰老表现为异常形态 通过仪器检查 疾病表现为组织受损 衰老表现为异常 此异常是指异常形态 与异常指数 对于疾病与衰老 建议提伤疾症的不足所致 疏果而非因 所以不论新衣给予检查结果 何种病情 病因病名 不过都是根据症状 与异常的不同特征 加以分析定义命名 已含在果中 与阴无赦 故西医从果治病之果 正是指症状或检查结果 好我们来看第一段 第一段先概列的把我们生老病史的过程中 这个老跟病它怎么形成的 就把它讲很清楚 原来身体如果没有体伤跟热能不足的影响的话 它不会老 也不会病 永远那么年轻 这个该多好 但很可惜 真正的人生不可能永远不变 它身体在使用 就好像机器在使用 久了也会要维修 也会坏掉 一样的道 我们这个生命体也是一样 那它是随着什么而产生老跟病呢 随着当你组织器官运作失调的时候 那这个就会严重一点 甚至就会产生疾病 如果慢性你不知不觉的 你身体外形也会改变 那就是老化 那这个热能不足跟体伤 我前面刚刚已经有讲 它们彼此是互为影响 好那有了这个体伤及热能不足的影响 我们身体的变化 只有不是走向疾病 因为这里已经讲出体伤跟热能不足 所以它怎么可能会变好 所以这时候的身体 顺着这样的一个思路下来 它一定走向疾病跟走向衰老 那我们来看什么叫体伤 这里有讲组织器官运作失调 它一定有一个部位 如果说比如说我们手腕痛 它可能就在手肘方面 那你就可以找到压痛点 那这个压痛点就是体伤 那如果这样的体伤叫做他处体伤 因为它不在手腕上 它离开了手腕 所以称为他处 那你从他处体伤下手 就是重一下手 找出压痛点来 那这个压痛点代表的就是体伤 那你把这个压痛点刺激一下 它整个循环变顺畅 你那个手腕就可以改善 好 我这样来 我们从实际来做 再来看这一段文字 也就容易理解 那原始点指的 那个体伤看得到吗 看不到啊 运作失调你看得到吗 看不到啊 所以你也可以说 在医学说 这是功能性的疾病 功能不是实质上产生什么疾病 是这样 但是事实上 这个功能还未必是 就能够完全表达原始点 那如果组织变化呢 会不会产生功能性 也不一定啊 所以很多人以为功能比较轻 那如果组织的变化就比较重 也不一定 在原始点看法 组织变化 不一定产生功能的变化 这个后面我们再提 这个比较深 我们就暂时不提了 那我们原始点 按推你有疼痛 按推找出来 把它按一按 结果整个顺畅 那顺畅了 因为手不再痛 那在原始点就是 把这个 运作失调的方面 让它已经恢复正常的运作了 那这时候的体伤 就已经算是修复完了 那热能不足呢 你按推可以帮助 但有些光靠按推是不够 因为按推会痛 那痛一定会消耗热能 那你还是要用热源来补充 我们再来看下面那个热能不足 是指能量不足以供应组织器官正常运作 也就是你组织器官要正常运作 一定要有一个推动力 那个推动力就是热的 那万一不够的时候 你的体伤也不一定会好 有时候光靠按推 虽然短暂时间好像改善 但很快又会崩回来 为什么 因为推动力不够 所以这时候还要再加强 所以原始点为什么按推完 改善体伤了 也就让它整个顺畅了 还要赶快用外热源 因为怕它很快 因为热能不够的话 它又会崩回来 那个体伤又会慢慢又形成 是这样 所以他们前面我已经有 在医学示意图有提 那个体伤跟热能不足 彼此互为影响 好 我们再来看下面 那我们原始点 我说的跟西医最大的不一样是 通过观察 那个观察在前面已经解说了 就不再多说 那观察出来是什么样 疾病 它一定有好症状 才能称为疾病 好 那这什么叫做症 什么叫状 后面会介绍 我们就先不提 那衰老呢 衰老跟症状肯定是不一样 那衰老 我举一个例子 症状 比如你疼痛痠麻痒 那就是症 那你破皮流血 皮肤起疹子 那就是状 最简单的 这样实力 那你一看就知道或感受得到 这个叫做症状 就开始弯腰驼背 整个都变形了 这个也是一个衰老的形态 好 那仪器呢 仪器是要看体内 其实在我每次讲到这里 都有一种感触 其实你观察体表也好 或是用仪器检查体内 你不管怎么检查 身体还会有什么特别的变化吗 不会的 身体的变化 不怪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不是走向疾病 就是走向衰老 那只是你用什么工具去看 直观的看 不就是更清楚了吗 体内的当然有些时候 是需要仪器检查 有些时候 那种情况非常的少 那大部分 只要通过体表变化 其实就一目了难 还有患者的叙述 整个你这样听下来 还有你的观察力 种种 那以原始点的方法 就可以马上有一个 治疗的方案出来 但在西医里面 好像让人家觉得很厉害 因为第一个仪器 都是科技的 它可以看到体内 但你要了解 医学 仪器是科技的 是进步的 没有错 但不代表 医学的观念 就是进步的 就是正确的 所以大家在谈科学 科学 其实重点是在观念 是不是正确 而不是在使用的工具上 这个才是重点 你观念错了 你即便用的是科技 科学的仪器 那还是错啊 所以医学重在一开始 首要的目标 就是你一定要 能做得出来 那观念是清晰的 要不然 你仪器再先进 很可能还会帮你做坏事 对 所以 我说观察更直接 身体变化就只有老跟病 难道仪器检查体内 它除了老跟病之外 还会检查出第三种来吗 不可能的 那这样看来 为什么要仪器 所以 从这里的思维就开始 我说的 其实不就是 有一点多此一举吗 化舌添足吗 不由得有这样的感慨 因为他看出来的 比如说 疾病表现出组织受损 那这不就是我们看到的状吗 是不是 那如果 如果是正 比如疼痛酸麻痒 仪器照得出来吗 你一照就知道 它正在哪里痛吗 照不出来的 那表示 从观察 不就是比仪器更为完整了吗 你这样一想 马上就知道了 但是 大家 我也觉得 因为仪器大家以为它就是科学 它代表的就是进步 所以大家反而不再相信自己的判断了 这个很可惜啊 好 那我们来看 通过仪器检查 那疾病 不怪就是老跟病 那疾病表现的就是阻止受损 那衰老表现什么 就是异常 头发白 它异于之前正常的形 那个颜色 所以叫做异常 那这个异常 头发白就是老 同样的脸皮做异 之前脸皮的红润 那所以我们 称它为衰老 所以异常常是衰老 因为它不是疾病的症跟状 好 那这样来看 我们就直接把它定位 仪器检查 也是检查老跟病而已 没有其他的 那至于西医 最后怎么来解释这个 异常 衰老的异常 他们是有自己的一套 他们会把说 这个异常形态 或是异常指数 都当成一种疾病的表现 那所以他们所有 只要经过仪器检查出来 在仪器的范围 几乎都是病的世界 所以医学是活在一个病态里面 怎么走出来我都蛮困惑 所以从一开始 大家以为这是最科学的 事实上 这里面暗藏很多问题 好 我们继续看下面 好 那我们这个 一些示意图里面 已经也把这个图表讲 就是为什么会产生疾病跟衰老的果 就是有体伤跟热能不足导致的嘛 这个就不再多说了 那原始点怎么知道是体伤跟热能不足 一路都是做出来的 因为他一按 马上组织器官运作就顺了 所以他马上就改善了 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案的地方原来就是疾病之因 然后你从这里下手 马上疾病就改善 那这个因就是体伤嘛 压痛点就代表体伤嘛 好 那这样 体伤就我们就把它写下来 所以原始点它是实际上是实证医学 它是做出来才写出来 那同样的 为什么有些人按了 很快就会奔回来呢 又痛回来了呢 很简单热能不够 所以我们也慢慢了解 你如果再加强温敷的时候 他那个缓解的程度就会进一步 甚至暗亡 他甚至好几天都不痛 甚至从此就完全根治 这样的患者也不少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更确定 原来疾病除了体伤的问题 还有一个背后还有推动力 就是让这个组织器官 能够恢复到正常来修复体伤 这个热能不足的问题 还是要解决 所以这个才是 所以我们到最后 疾病是这样 那当然老爷不外 就是体伤跟热能不足所导致 其实都是一样 因为都是身体变化来 那身体不外就是体伤跟热能不足 那这样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释得清楚 好 那既然这些都是身体伸出来的 自然是俗果 那因是看得到吗 看不到 体伤是看不到 所以因为看不到 所以大家在谈疾病之音 西医再谈 就可以谈出一套来 中医也可以谈出一套来 事实上是看不到 但是西医是眼见为凭 所以他把看不到的果 都当成疾病之音 就会有这样的误解 好 那不过 那我们来说 为什么西医会这样 我们下面就是在谈 西医经过仪器检查出来的 不管给检查结果 它的研判是什么病情 病因或病名 这些其实都不重要 因为它都是根据 这些检查出来的 一些异常的特征 还有包括你疾病的一些位置 还有描述 他认为这个可能就是因 检查出来就是因 或是检查出来的 就是疾病本身 它就会有各种 但不管它怎么说 都是在谈果 跟因 疾病之因 完全没有牵扯 因为它以仪器检查的结果 来做判断的 它仪器检查 不管是数据也好 或是影像也好 是果是从身体产生 我刚刚已经讲 因是看不到 凡看得到的一切都是果 那你从果来分析 自然也是果 好 那这样我们就很明确了 为什么原始点一直说西医 就是从果置对 因为这个果正是指第一个症状 症状当然是果 他有时候 比如说他看到你手痛 他就在手痛里面帮你冰敷 就是从患处下手啊 这个就是从果置病 我是简单举例啦 或是手术 他认为你手腕痛 就腕隧道症候群 他就在手腕附近周围 帮你开刀 一样 这些治疗不就是从果置病吗 好 那这个果当然指的就是症状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他们医据的 就是他们检测出来的结果 好 那这些检查结果 当然都是果 前面已经说了 也不再说 所以我们说西医是从果置病 那原始点为什么是从因置病 因为它是改善体相及热能不足 这些会造成我们老根病 那你把这些因改善 自然老根病都可以解决 所以原始点是从因置病 两个是不一样的概念 所以从这一段 也把从因置病跟从果置病稍作解释 也让大家了解 其实西医看是很科学 很进步 但是其实这些仪器 看体内跟我们眼睛看体表 其实是一样 就只有老根病 身体没有第三种状况 你放心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第二段 搜上所述 可见有疾病与衰老 必有症状与异常 症状与异常 是疾病与衰老之具体表征 而疾病与衰老 则是所有症状 与异常的超向代名词 故分辨疾病与衰老 可取决于症状之有无 若有则为疾病 若无则为衰老 这一段短短的 但其实还是蛮重要 为什么原始点 能够分得那么清楚 什么是老 什么是病 它是有根据的 那这一段就是在谈 老跟病 其实它只是一个名项而已 那真正落实 在临床上 一定是症状跟异常 症状后面会提到就不提 那异常前面也稍微有提了 异常形态 从观察是观察异常形态 不可能看出异常指数来 这是如果西医看出形态 它不是看体表的形态 是看体内的形态 还有看检测出来的异常指数 那这些特征 是实际上在临床应用 就是要改变这些特征 所以改变症状也好 改变异常也好 这些都是比较具体的 但疾病以衰老是抽象名词 那这样一看就知道 原来老跟病是一个名项 那真正我们要解决的 就是症状跟异常 那怎么来分老跟病呢 也就是从这些特征来判断 如果以我们现在 因为医学是以要解决疾病为主 所以当然比较重视的就是症状 排除症状 身体的另外一种变化 那当然就是属老 因为我说身体不外就是有两种 不是老就是病 那你把疾病排除掉之后 那其他的变化 不就是老的变化了吗 这样我们很快就可以分出老跟病 也就有依据 所以这一段谈的是谈这个 好 那我们用这样来看 其实也可以看出西医的一些问题 好 那后面我们再说 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段 疾病是指身体出现症状 或体内检查出组织受损 原始点将症状分为症与状 并将可感可见的症再细分为三种 一 不适感 如疼痛 酸 麻 痒 胀 闷 刺 暈 口苦 灼热 潮热 下坠感等 多数他处体伤所致 二 功能紊乱 如失眠 烦躁 多汗 流鼻涕 耳鸣 耳聋 耳流浓 口眼歪斜 咳嗽 气喘 呕吐 便秘 小便困难 白带 白带 抽筋 扳鸡 脂 或属他处体伤 或属罐处体伤所致 三 体力虚弱 如行动迟缓无力 异常疲惫 瘫痪 肌肉萎缩 爆瘦 爆瘦 声音微弱 面无光泽 发烧 腹泻 肢体冰冷 怕冷 发抖 水肿 多数患出体伤所致 瘫痪 是指体表组织受损 主要包括伤口及皮肤病 如肿胀 破皮 出血 木痴 口疮 丁床 肉疮 溃烂 烫伤 化学毒液啄伤 青春痘 牛皮血 属患出体伤所致 木痴即可分辨 如此分法 主要用意是为了指出 身体若有体力虚弱病症 即为重病 若无即为轻重症 另一层用意是为了指出 症与状 因属何种体伤所致 如此 既有助于诊断 也有助于了解 为何症解除后 症未必会消失 反之 症消失后 症也未必能解除 譬如肿痛 常见痛止 而肿未消 或肿消 而痛未止 究其原因 痛 多属他处体伤所致 肿 必属患处体伤所致 由此可见 症与状 症与症 状与状 症状 与异常 甚至症状 与一切检查的结果 结束 他处 或患处体伤所致之果 其间 并无 果生果关系 如此观察症状 既可推断疾病之轻重 及体伤位置 以决定按推 与热源的治疗原则 又可明了 果不生果 譬如 症 痛 不生状 肿 状 肿 亦不生 症 痛 是诊疗方法 及 因缘国理论 可以落实到 临床 不过 须注意的是 通过观察症状 虽可推断 提上位置 但这仅供参考 并不绝对 仍需经按推 向对应之原始痛点后 是疾病改善与否 才能确认为 他处 或患处 此外 心仪通过仪器检查出 体内有其中 骨折 肌腱断裂 脑溢血 胃出血 溃疡 发炎 沾黏 此接触 患处体伤所致 因与壮的体表组织受损相同 所以是病而非老 好 我们来看这里 这一段蛮长的 最主要是谈症状疾病 好 那原始点这里就首先提出来 身体出现症状 那出现症状 就是用观察就可以了 或体内检查 这个就是属于西部份 检查出组织受损 因为体内 因为体内我也说过 体内 当然也有老 也有病的变化 体表 老跟病 比较容易看得出来 那 我们只要有症状 就是属于疾病 没有症状 它的变化就属于衰老 我们刚刚已经提到 那这里谈疾病 那当然就是 谈症状 那体内的仪器检查 也检查 就不谈异常 这里只有谈怎么样 组织受损 那这样整个概念 下来要谈的 都是从这里展开的 好 那原始点 为什么要把症状 分为三种 后面会讲到 我们先把这三种 先介绍一下 好 我们看下一段 第一种 症 我们先来谈症 症有分不适感 功能混乱 还有体力虚弱 好 那 这里不适感就举了一些 疼痛酸麻痒 上闷 好 这些 多属他处体伤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 原始点因为是做出来 尤其疼痛酸麻 有时候你一按 就可以立刻改善 好 那可以立刻改善的 我们称为他处体伤 所以 第一种 不适感 是属于这样的属性 好 我们来看 功能混乱 这里也举了蛮多 我们看下一页 好 这里举了什么 失眠 烦躁多按 流鼻涕 耳鸣 流龙 好 这一系列 或属他处体伤 或属患处体伤 属制 也就是这些在临床上 有时候按推 也可以立刻改善 有些按推 根本不能改善 一定要加强热源 按推 配合热源 他才可以立刻改善 所以这里就把它归类到 有可能这种上面这些症状 有可能是塌处或患处体伤 好 那我们再来看第三种 症的体力虚弱 好 体力虚弱这些症 这里举的 大家一看出来 哇 好像行动齿缓无力 疲惫啊 种种 这些 一般按 你想想看 行动齿缓无力 你按了马上能够 活蹦乱跳吗 很疲惫 按了马上精神十足吗 这个都比较难 尤其像摊放肌肉萎缩 肌肉已经萎缩 你按完会马上腾胀吗 很难 所以这些 按了不能解 立刻改善 我们称为患处体相所致 是这样来的 好 那我们的症 我说疾病不外分症跟状 那这个就是症的部分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页 状的部分 状组织受死 也跟西医的组织受死 其实是差不多的意思 那只是在体内 有些像起疹子好了 体内怎么会有起疹子 有时候在体表 一些皮肤病才可以看得到 所以这里组织受损 还包括皮肤病 那伤口 比如说破皮出血 那像体内的有时候骨折 肌腱断裂 这些其实指的就是 组织受损 那我们先不谈仪器检测 我们光就这里来看 那我们也很明确 这里 组织受损指的就是伤口跟皮肤病 那我们也举了这些例子 至于这些状 你有没有办法靠按推而改善 没有 所以一看就知道 这个目视马上看就知道 这个一定是属 幻处体相所致 好 那谈了这么多 我们为什么要把正跟状 分得那么细呢 好 下面就是把 为什么要这样的原因说出来 我们看下一页 如此分法 主要用意是为了指出 身体若有体力虚弱病症 极为重病 若无极为轻重症 好 它第一个用意是要 看出这个疾病 到底是严重的 还是轻微的 那你怎么看得出来 就是看体力 你有没有体力虚弱的病症 上面第三项 这些就是在让你做判断 如果有症的体力虚弱 那这个一看 就知道是重病 那重病当然有重病的处理方法 后面诊断与治疗会谈到 比如这个要先热源或按推 重病是这样 次序是不能颠倒的 有时候颠倒 你重病你却先按推在热源 有时候就会死人了 你按的手法太重 刚好患者又炎炎一息 你按几下大概就挂掉了 很有可能会这样 所以这里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是你就是为什么要提出症的体力虚弱 就是用这样标准来看 如果有 那我们遇到这些行动词谎 无力面无光泽 这些患者来 我们要立刻有警觉心 处理上就会不一样 好 那另外一个用意是为了什么 我们一看到这个病 到底是要先按推还是热源 他的位置在哪里处理 比如说你看到症的不适感 一看就知道 这个跟患处没有关系 一般像这样多数他处体上 你就可以在别的地方马上解决了 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这里书本上是没有写 后面到后面就会提 我先提一下 譬如啦 你膝盖痛 那膝盖痛 痛 你就要联想 很痛酸麻痒 这是症的不适感 多数他处体伤 也就是你只要找到 从别的地方找到 大开关按一按就可以好 好 那如果你有这样的概念 其实你就可以避免很多错误的诊断 比如 当你膝盖痛 其实说你这里膝盖磨损 那磨损 所以就要甚至严重一点还要开刀 患人工关节都有可能 这些搞下来就很麻烦 但殊不知啊 这些痛啊 只要你找到开关按一下 说不定就好了 很有可能当下就改善了 也就是从臀部按一按 马上就能解决 所以他这里指出 到底从看到还有听到这些症 你马上就有一个治疗的概念 应该从哪里下手 马上就有 这样就可以避免很多的医学的误区 然后也可以避免危险 因为第一个他就帮你点出来 你从有没有体力虚弱病症就可以看出 这个病人有没有危险性 如果有 那一定要先热源 再来按推 如果他体力好的不得了 那你就可以安心的先按推 然后知道这个症是属于他处还是患处 你一看 也就有一个概念 只是我们理想是这样 但事实上在症的分类 事实上你很难区分 我们只是约列把它写出来 疼痛双麻痒 那你把麻 有时候麻按了 有些也不会立刻好 那应该是或数他处或数患处 我是随便举的 所以他要本来要把这三者分类 本来就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范围 只是勉强把它分类 这样也让我们容易理解 所以对于自己分类的 大家也不用看得那么重 大家只要知道有三类 然后在应用上 不外就是他处体伤跟患处体伤 那你从眼睛看 如果你有多把这三个都反复再看 你看到病人 你就可以少掉很多摸索 比如你遇到疼痛 你做不出来一定是手法有问题 因为它是处他处体伤 靠手法 手法有时候按对了就好了 那为什么你按了没有效 而把它归为患处体伤 每个来疼痛的都被你揉到 变成患处体伤 那你就知道你的手法应该有问题 比如这样说 这是题外话 所以它的分类 这样的分类 其实是为了解决疾病 还有诊断用 所以从这里已经很 隐约可以看出来 那下面再进一步 把这个道理说清楚 我们再看下面 所以这里说既有助于诊断 以容易理解为什么会症状 会有这样的变化 这个都是属于诊断的部分 那我们来看 这里就直接举例了 这样容易理解什么 症解除后 症状 状未必会消失 其实症状有时候会 同时出现在一个地方的 所以这一句就是在指这个 反之状消失后 症也未必能解除 这里就举出肿痛来 譬如你脚踝扭伤肿痛 这个大家都有的经验 那如果肿痛 很多人以为 就是因为肿起来 所以它才会痛 我常常以前 小时候都听老人家说 因为你肿起来 但是很奇怪 有时候你经过一段时间肿消 但为什么我的脚踝还在痛 而这也是常常出现 或是痛已经不见了 但肿呢还未消 肿一直还在 那你说肿会生痛 不对啊 我的痛已经没有了 为什么肿还在呢 所以这里就可以看出来 原来肿痛啊 它如果照我们前面 我们就很快可以分出来 因为痛多属他处体相 那你只要按 就可以解决这个痛 从别的地方 不是因为肿生出痛 那都是在患处 患处 痛大部分是在他处 不是在患处 那你就可以清楚 按了肿还在 那你就知道 肿是因为组织受损 里面的体相 你只要加强修护体相 那组织受损就可以改善 所以从这里 我们把疾病 分成这三种 然后到底是属患处或他处 引起的 也把它讲清楚之后 你对疾病的种种变化 你看了就不会迷惑了 然后心里很清楚 既然能够把疾病看到那么痛 又能够治得出来 那这样的医学 就是最好的吗 你在一边做 可以帮助自己 也可以帮助别人 然后整个道理清清楚楚的 你是很有自信的 所以我常常说做原始点 有时候还会让你开智慧 不只可以帮助人 让你的慈悲心可以发挥出来 你的愿意也可以达成 甚至还可以开智慧 所以原始点绝对是 做出来 你就是一定要做 然后从做中去理解 那这样你会得到很大的喜悦 好 我们看到下面 看下一页 好 这里 这样就可以做一个结论 那既然你看总痛 症跟状 他们都有不同的体相来 那两者又是果 那最后的结论就是怎么样 那这样可见 症与状 果与果之间 还有症与状 症跟症也是 比如你痛跟麻不一样 或是痛跟体力虚弱 也不一样 也可能来自于不同体相 痛是多数他数体相 体力虚弱的症 多数患处体相 所以症与状也会有这种问题 症与状 你破皮流血 或是起疹症 你起疹症 你把它抓到破皮流血 不是疹症生出一个破皮流血 或破皮流血造成起疹症 两个也是不相干的 所以症与状 有时候你疹症好了 那破皮流血还在烂 像有一些糖尿病的 他没有疹症还是一样 还是会一直难 所以症跟症 还有症与异常 异常我就是说了 也是老 症状跟老有什么关系 没有啊 两个都是不同的果 所以这里都是果 一看都知道 这就是属于不同果来的 好那甚至症状与仪器 检查的结果 仪器检查的不外应就是 有阻止受损 阻止受损是果还是因 当然是果啊 那好 仪器还有检查出异常 前面就在讲 症状与异常 那这个异常 包括异常指数 异常心态 C检查不外就是这三种 好那这三种 还是老 还是老跟病 还是果嘛 好所以甚至症状 与仪器检查出来的结果 结属他处或患处体伤 所致之果 他们都是由体伤所造成的 那果跟果之间 有没有因果关系呢 或是果会生果呢 不会的 他们之间没有因果关系 所以其间并无果生果 不会说谁生谁 那这样我们就很清楚了 譬如说这样会 你就会很清楚 那你检查出来高血压 西医跟你讲 高血压如果不治疗 会造成脑中风 那高血压是一个异常 异常指数啊 是老啊 老会生出一个脑中风病来吗 那你一想就知道 果与果之间 病期间 果跟果之间 他没有果生果的关系 不会说高血压生出 一个 那个脑中风来 也不会脑中风之后 造成高血压 又生出一个高血压来 不会是这样的 就像肿跟痛一样的道理 所以你什么 这些都可以完全套进去 当你一旦了解的时候 你已经把很多医学的 里面的道理 里面的道理已经都看清了 甚至他们中间 有一些逻辑不通的 你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 所以这一句其实是蛮重要 最后的结论就是 反正正跟状 或是仪器检测出来的结果 全部都是属果 果跟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啦 也就是果不会生果啦 所以西医以后再跟你讲 你检查出来的 那个癌肿瘤会造成疼痛 甚至死亡 你也一听就知道 这个不会的啦 因为果怎么会生出另外一个啦 所以肿瘤本身会不会痛 不会痛 肯定是不会痛 他痛多数他肉体上 你只要按一按就可以解决 所以你从这一段 已经可以了解很多东西了 所以从我们原始点这样的结构 为什么要分类 然后再把它讲清楚 其实很多医学的问题 答案都在里面 好 我们继续看下一页 好 这里就说如此观察症状 我们这样来看疾病的话 那我们第一个 我们可以分出疾病的轻重 我们可以马上就知道 然后从观察中也知道 这个疾症跟状 到底是属他处还是患处体相所知 也马上可以约列推测出来 这样能够看出疾病 比如说轻跟重有什么好处 你这样就会安全 如果是重病的话 体力虚弱的话 那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先热源为主 热源之后才能按推 那如果他体力好的不得了 属于轻重症 那你可以先按推再热源 那这样就可以直接取得疗效 不用考虑很多 那从什么下手 因为你从观察 如果他是疼痛 那疼痛就是自然先 大开关马上按就可以解决 那如果一看就知道 撞着阻之受损 你就知道这个必须患处体相 但大开关要不要按 还是要按 按完之后没有效 你再来解决患处体相 原始点的处理方式都是这样处理 那这个马上就可以从这样的分类 已经把诊断跟治疗的原理都在这个体系里面 好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 他也让我们知道 这些 不管症也好 状也好 或仪器检查者出来的异常或组织受损 通通是果 那让我们也知道果不生果 比如症不生状 也就刚刚举的肿痛 肿痛痛不会生肿 同样肿也不会生痛 那症也不会生状 状也不会生症一样 那整个清楚了 你以后对西医的诊疗 他们的一些医师 这些诊断的说词 你马上就清楚 他是讲的对还是错 所以我常常讲 原始点的诊疗方式 其实也是一个照妖镜 因为他从生命的本质去探讨 从生命的现象去探讨 就可以看到真相 而不会再听人家扯通扯行 因为生命的现象 在这个生命体 不过就是老跟病 老跟病都是果 果跟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的 没有哪一个是 说变成疾病之因 不可能 好 那了解了这样 我们第一个 从因缘果就可以看出 医学的对错 真相 然后生命是什么 也可以看出 真正的 我们要探讨的一些利益 这些正确的道理 好 那有了这样因缘果的理论 整个逻辑就会更清晰 那我们的诊疗方法 也因为这样的偏 把它偏排 然后让大家容易诊断 马上临床就可以用 所以这个原始点 变成医学医用 原来医学就是这么简单 哪需要说一个医学需要花个五年七年 然后长期心修 然后这些里面甚至一开始 包括诊断就可能讲错了 不会的 你从生命的本质去探讨的话 然后又做出来的话 那整个道理就变得很简单 所以原始点医学如果你认身学 学个一两年你这一两年 是如果是很认真学 要把它学得透包括手法 我觉得就够 而且可以治疗很多 疑难杂症甚至很多重病 你都敢接 所以原始点把医学 变成简单化 然后也让一些没有一些背景的人 不再以为一些门槛很高 那我们的身体的变化都要靠 医生来帮我们解决 不对 你自己身体的变化 你第一个要清清楚楚 你身体变坏了 你一定要自己去找原因 我常常跟患者讲 你把身体搞成这个样子 那你有种就把它搞回来 而不是生了病 马上就丢给人家 钱给人家 然后委托人家 如果你习惯不改 你再花再多的钱 都得不到健康 真正的健康是来自于你自己 所以原始点 它就是自救之法 让你了懂的这些道理 然后又做得出来 然后以后遇到什么疾病 根本都不会慌张的 好 那我们再来把后面补充一下 补充的看一下 下一段 这里这特别提出来 观察症状 虽然可以约列 推断出 这个疾病到底体伤位置在哪里 应属何种体伤所致 但这个 没有那么精切 如果要做到很精准的话 你还是要通过 按推相对应的原始痛点 也就是你把大开关找出来 原始痛点找出来 也就压痛点 然后按一按 如果有效 那就是属他处体伤 如果按推无效 那就是属患处体伤 这个比观察更加精准 那所以这里也特别提出来 通过观察 其实你诊断跟治疗 已经在里面 那如果要再更精准一下 因为你本身就一定要治疗 治疗一定要按推 然后在按治疗中 又可以得到诊断的答案 所以原始点诊断跟治疗 原来它都已经结合了 那我们这一段 应就谈到这里 然后我们来看西医 西医的部分 它的检查 那西医检查出来的 组织受损 体内有的 我们刚刚现在看的就是 气胸骨折肌肌肩锻炼 脑溢血胃出血溃疡发炎沾炼 这个我们就不提了 因为体内当然有脑跟病 这些就组织受损的 我们就把它当做 就像跟体表的状一样 所以是病而非老 那这一段都在谈疾病 表示一个是通过观察的 一个是通过仪器的 那都可以看出疾病是什么 行看 那我们这里谈的疾病与衰老 今天刚好都是在谈疾病 还没有谈到衰老 我们衰老的部分 在下一堂我们再来提 然后后面也会把疾病跟衰老 做一个再综合的讲法 好 那我们下一堂见吧 再见 好 谢谢老师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